农民的生活越来越好,大部分的收入来源都是打工得来的,通过外出打工,改变了过去命朝黄土被朝天的命运,所以农村现在外出打工的有不少,能出去的都出去了,留在村子里的基本上只剩老人和留守妇女,种地的任务就交给他们了,老人们种地的现象在农村是普遍的, 有人就总结了,70后不愿种地,80后不会种地,90后不提种地,往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不愿意种地了,那这农业还能走多远呢? 中国人往上数三代都是农民,为何到了今天却都不想再种地了呢? 一是地里的活又累又辛苦,一年到头没有多少休息日,也赚不了多少钱,农民种地的积极性不高是有原因的,一方面地里的活比较杂比较碎, 一年下来基本上得从头忙到尾,休息不得,很多时候忙得饭都顾不上吃,年复一年日复一日,耕种,除草,打药,收割,流畅又繁琐又复杂。 另一方面,现在的农资成本都很高,种地赚的那点钱大部分都用在这上面了,留下的钱连自己的辛苦费都不够,就拿小麦来说吧,辛辛苦苦打下的麦子实际上换不来多少钱,一斤粮食的价格还不如一瓶矿泉水呢? 粮价是农民增收的重要指标,但粮价持续低迷,让农民甚是无奈,所以不少农民干脆就放弃种地了,家里有老人的,愿意种就种,不愿意种就把地慌着。 二是种地有风险,农民种植的作物很固定化,缺乏风险防范能力和创新意识,农民辛辛苦苦种下的农作物,先不说能赚多少钱,实际上会不会不赚反赔都不好说,遇上个天灾,比如虫灾,旱烙,这农作物弄不好就没有收成了,农民可就血本无归了,农民们讲究靠山吃山,靠水吃水,对于意外情况根本就没有防范能力和应对措施。 即使没有天灾影响,那农作物成熟以后能卖出个啥价钱,也是谁都无法提前知道的。 而农民喜欢依经验形式,种植的作物一般是固定化的,今年这个季节种啥,那么明年这个时候就还种啥,没有创新意识,当然对于不熟悉的,也是不敢轻易尝试。 你认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愿意种地,还有其他原因吗?你认为中国未来的农业还存在吗? 若存在会是什么样子呢?欢迎留言与大家一起交流你的想法吧。